小黄 哎呀呜呜呜的 像个婴儿似的 小黄平时叫就是这样叫的 哎呀他要上厕所了 尾巴咬的 这两天我一直观察小黄小黑的状态 就担心他们也被传染了 拉肚子 但是观察了那么多天 拉大便是挺成型的 就是胃口有点不太好 给他搞了狗粮也不怎么爱吃 我现在要去那边宠物医院 看一下两个小赖狗 已经住了十天了 还是没有好 只能让他继续治疗 顺便带宝鞭去洗个澡吧 因为宝鞭在身上挺脏的 天气是热了 他就不及时洗 担心他身上长什么跳蚤啥的 挺麻烦的 因为宝鞭是跟我一起睡的 准备走啊 小米的状态没有小小黑的好啊 你看特别可怜他真的 那屁股后面拉的特别脏啊 小米今天也好 今天吃了没吐 没吐还拉吧是吧 那的话昨天也没有拉 有一晚上没拉 还没拉 刚到这里小小黑就拉屎了 看着也不怎么成型啊 还是有点拉肚子 小米还在拉屎 但是他的状态吧 又比昨天好一点了 也是个好消息吧 真的我压力真的特别大 如果说把他治不好啊 那那些黑我的人又要来说 你看故意把这个狗狗养死了啥的 说得可难听了啊 你看为他花了那么多钱 交了7000块钱了 还要继续在那里治疗 真的我也可拍视频 直播要赚那么多钱 谈何容易啊 真的 但是没办法 我希望就是那些养狗的人 要打疫苗的话 一定要在他特别健康的情况下去打 如果说他拉肚子 你哪怕是成型了 也要让他狗狗十来天再去打 要不然打出外面来 你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多的 你看打个疫苗才多少钱 80块钱 现在待去治两个同时住院 没有一万多块钱 你根本就搞不定 但是钱这东西嘛 只要能把狗狗治好 那倒无所谓 最让伤心的还是就是 钱又花出去了 狗又没治好 我还要受那么大的压力 那些黑子还要来喷我 这是我最怕的啊 现在看他们精神状态好了一点的话 就是为他花点钱的话 也值得的啊 非常不容易 真的 我每天都特别忙 现在回来的话 又得带他们去溜去了 宝贝 哎呀 洗完澡笑这么开心啊 洗得漂漂亮亮的 好哥 走 带你回去了啊 我的彪公主 哎呀 刚带他去洗完澡 看他这种毛发 就是这样的啊 刚洗完也是看得像流浪狗似的 哎呀 我也没办法呀 黑牛啊 笑这么开心啊 看小黄 哎呀 两个家伙 回不能去去吧 恢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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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